我问我只有何家 天地大是海我家 只情趣若为轻易付出代价 月亮我也能扛下 无双为天下不定 神兵器同强铁 毕业又恭喜 八九万月 还要谁能这神去 你不是想告诉我 你真的爱上那个小妖精了吧 储留香啊储留香 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会相信 你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什么样子 说不出来啊 总之我一看你这样子 就很生气 说真的 你不会真的为了找他 要放弃一切 为了他要牺牲一切吧 就算你可以不顾一切 但你总不能连朋友都不要 好 你不用说 就算你可以放弃一切 但你一定不会放弃你朋友 我说的对吧 否则你又怎么会辛辛苦苦地来找我呢 对吧 老叔叔 你最好别忘记 其实你除了我之外 你还有很多其他朋友 他们天天都在等着你 甚至都比我更关心你 你明白的 我明白 那我看你不明白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去 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一定会回来的 哎呀你用不着骗我 那些人的传说 我也听说过 这个世上 没有人比他们更可怕 哎呀老双双 因为石棺阴 水母阴机 还有薛医人 他们无论多么厉害 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一家人 各个神机妙算 武功高强 可怕吧 你都说是传说了 而且又没有人可以证明啊 就是因为没人证明 所以才更可怕啊 那个不知道什么山洞里 究竟有什么机关 还有什么埋伏 什么山洞 我都能够去 而且都能够全身而退 不是吗 那倒也是啊 谁让你是老臭臭的 你非去不可 是 你为他这么做 真的值得吗 我胡大侠就陪你去 你确定 我确定 但那山洞如果去了 或许就再也出不来了 你还是要去 去 上角 不管在那个山洞里 有的是人 是鬼 还是神 你都要去 管他有人 有神 还是有鬼啊 除非里面没有酒喝 要不然我胡大侠 一定会陪你去的 好 今儿我们两兄弟 一起去打破他的鬼传说 没酒了 小二 再打两滩女儿红 我再打了 好嘞 好嘞 不能没酒喝的 你确定他们的洞穴就在这附近 应该就在这附近 绝对错不了 你这这个洞穴也真太难找了 好 但我没说 继续找 好 你说 咱们 跟着 谁 爹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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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你怎么忽然不见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拦我的路 你不认得我了 我根本就没见过你 那只勾魂的断手 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你真的不认得我了 是的 我不认得你 但我认得你 你就爱卿 我也不认识爱卿 闪开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我只想再问你几个问题 好 问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一直都在这儿 这些年 我从未下过山 你没下过山 那万福万寿园呢 那是什么地方 你真的没有去过 你真的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也许我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啊 可能真的认错人了 我朋友啊 有很多红颜知己的 姑娘我想问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山洞啊 你们根本就不应该到这儿来 那天 也不应该去什么万福万寿园 那天 蚂蚁老人夫妇出现后 张洁洁就突然失踪了 想必就是被他们抓走的 要不然他又怎么会忍心不辞而别呢 而且一别之后全无消息 老丑丑 我敢肯定山洞就在附近 啊 胡大侠果然聪明过人哪 在下自探不如 佩服佩服 看我的 你们从哪里来 最好回哪里去 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啊 这根本不是凡人该来的地方 我是凡人 那你们是不是人啊 我们不是 你们不是人 那是什么 你们既不该来 更不该问 我们来了 而且问过了 既来了 就不必再回去 我并没有想走啊 胡大侠 这里交给你了 嗯 我现在知道 你们果然不是人 你们是陀螺 你们打了我的脚 好 我和你们一起转 干嘛 咱们这么慢了 转快点 怎么不转了 我帮你们转 打了我的脚啊 就得死 又来两个 也好 这人绝不是无意间闯进来的 我哪知道 我打了很多招 我也打了很多招啊 不管了 带他回去 为什么要带他回线 这人绝不是无意间闯进来的 所以要带他回线 问个清楚 对 走 走 老抽抽 你在哪里啊 难道你自己进山洞里去了吗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这山这么大 我不想哪儿去找你啊 喂 老抽抽 听见没我 我可以 走 收厕 只要乱 看 quadratic igence 难道这个地方真的会有神 究竟那个圣坛在哪里 第一步在这儿等 等到有人单独进来的时候 用最快的手法制住它 第二步换上它的衣服 再用最简单的一绒术 改变一下容貌 然后就混出去 第三步 那圣坛既然是他们最重视的地方 想必在这山窟中的心脏地带 圣坛外一定会有些明显的标志 爱红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难道也是他们的一家人 那你一定知道张洁洁在哪里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秘密不会告诉我 但我只希望你告诉我 圣坛在哪里 他不能告诉我 也不能为我做任何事 这可能已经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 地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既然是圣坛总该有些特别的地方 站住 你们好 你好 吃过饭没有啊 刚吃完 吃的什么 肉 肉 是猪肉还是牛肉 都不是 是人肉 想溜进这里的人的肉 那肯定很难吃 不是我们的人 追 他们根本不必追 在那里等着我就行了 等着我自己倒下去 我就像深陷迷雾 永远跑不出去 好 既然这样 不如碰碰运气 先进门再说 出流香 你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赶到这里来 你还想不想活着出去 我刚才 假装不认得你 你就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为什么还不走 笨得像猪一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只是 我非来不可 为什么 难道 你是为了 要来见我 看来不是 因为 你根本不知道 我在这里 爱情 上次你为什么要走 又为什么要杀我呢 没错 上次 我的的确确 是想要杀你的 可是后来呢 后来我还是在骗你 那次我突然失踪 并没有什么人逼我走 是我自己溜走的 无论如何 你今天总算是救了我 我救你 只不过是因为 我觉得你很傻 明明上了别人的当 还在自作聪明 爱情 你可以告诉我 圣坛在哪里吗 圣坛 你想去圣坛 对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要找一个人 你知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才能到圣坛去 不知道 快死的人 如果你现在出去 还有活着的希望 若你一定要到圣坛去 就非死不可了 就算必死无疑 我也非去不可 你真的要去 好吧 那我带你去 我本来 是想救你一命的 可是你真的要去 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了 我明明点住了他的穴道 把他关进了千秋屋里 他怎么会逃到这里来的 这句话你不该问我 我不问你问谁 刚才是不是你带十三郎进的千秋屋 没错 十三郎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这个人的武功根本不可能击倒十三郎 更何况我早已点住了 更何况我早已点住了他的穴道 也许他的穴道已经被人解开了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对付十三郎 你的意思是说谁 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只是说 这件事只有一种可能而已 难道你会认为小红会帮着这个人逃走 这句话你不该问我 你自己也应该想得到 小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小红最近经常出去采购粮食 而且这个人是个很英俊的少年 好像还很不老实 就是说他们两个早已有了私情 他到这里来本就是为了找小红 所以小红才会冒险去救他 我什么都没有说 就算你说了 也根本没有办法证明 你还不承认 你让我承认什么 你敢动我 你忘了我是什么地方的人 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 你们也没有办法治我的罪 尤其是你 我知道 你一直在恨我 妒忌我 在外面你可以借故 砍掉我一只手臂 可现在 我是里面的人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就算我不能对付你 但是总有人可以对付你 你敢跟我到里面去对质 去就去 反正事实俱在 你狡辩也没有用 你狡辩也没有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爱卿 你身为神前的丝花女 你知道违背教规 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吧 护法我没有 我没有 还在狡辩 那天 你去河边打水 不就是想把楚流香 引过来吗 不是护法 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 休在这儿狡辩 来人 血行伺候 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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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啊 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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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应该还记得我说的话 你能够到这里 你就会知道一切 你什么时候变成木头人了 刚才 刚才你看见我的时候 却故意装作不认识我 岂飞也是个木头人吗 我不是木头人 我是神 神 你不相信 我实在看不出来 你有哪点像神的样子 那只因我现在已经变成人了 那从什么时候起你又变成人了呢 就是刚才 你将我的面具掀起来的时候 我就又变成人了 我实在不懂 非但不懂 而且越来越糊涂了 你慢慢就会懂的 酒 是从波斯来的酒 菜 也是你们喜欢吃的菜 对呀 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鱼翅呢 你们早就知道我会来到这里 楚湘帅要去什么地方 是没有人能够阻拦得了的 你知道我是楚流湘 让我来解开你的疑惑吧 第一 张洁洁 就是我的女儿 第二 要杀你的人 也是我 是你 你既然要杀我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我们的确 是一个很神秘的家族 没有人知道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 甚至连我们自己 都没有办法找回我们的家乡 我们信奉的 也是神秘 奇异的宗教 源流 来自天边 和波斯的拜火教 也就是 你们中土的佛教很相似 我们崇敬的神 也是我们教中的圣女 圣女 也是从我们教中的处女中选出来的 上一代的圣女 选中了我们的继承人 也就是 就是她 我的女儿 不管是谁 被选中为圣女 她都要为我们家族的宗教牺牲 既不能有凡人的生活 更不能有凡人的感情 不管是谁被选中为圣女 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事实 除非 从外面来的陌生人 能够进入圣坛 揭开她脸上 那象征着圣灵和神力的面具 可是 多少年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所以这个法令 就等于形同虚受 十几代的圣女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 他们终身寂寞孤独的厄运 就像外人看来 也许 作为圣女是一种光荣 可是我知道 没有一个人 可以像我一样 能够这么近的 接近上一代的圣女 只有我看到 他们从夜里醒来的时候 因为寂寞孤独 都快发疯的样子 甚至 要拿针 刺他们的身体 刺得血流不止 我怎么忍心 让我的女儿 在受这样的痛苦 自从我生了她以后 我就做了一个 脚力的护法 可是 就是这样 我也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除非上天 能赐给我 一个外来的陌生人 能够揭开她 这可怕的面具 所以就想到了我 让她去找我 是不是 是的 那为什么 又让她去杀我 有两个原因 因为 你是一个很好奇 很愿意冒险的人 如果我要是让你这样进来的话 你当然不肯 因为 你们之间 并没有感情 所以 我只有想尽种种方法 勾起你的好奇心 让你们有机会接触 让你们慢慢地 发生感情 那你那么肯定 我们一定会发生感情 像我女儿 这样的女孩子 怎么会没有男人 喜欢她呢 那倒也是 天底下 没有几个男人 会不喜欢她 像你这样的男人 也没有女人 会不喜欢你的 真会拍马屁 快吃你的鱼翅吧 她说的也没错 要是我 我晚生三十年 也许 也会喜欢上你 你现在 不是也很喜欢她 我看你啊 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有趣啊 是啊 人与人与人之间 就像磁铁一样 遇到一起 就很难分开 这也许 大概就是 人们说的缘分吧 你刚才说 有两个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的 我刚才说 无论谁进到这里 都比登天还难 虽然 我听说过你的名声 但是我从来 没见过你 所以 你就要考考我 是不是 我是要考考你 我想考考你的武功 和机制 是不是 像传说中的那么高 是不是 有资格 做我的女婿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倘若 我被你考死了呢 人生啊 谁都难免一死 是不是 只是有件事情 我还不明白 为何你要砍断 爱红的手呢 爱红的手 不是我砍断的 是爱情砍断的 你们也太让我失望了 本教的规矩 我想你们很清楚 你们就看着办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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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家族里头 在这个洞里面 每一个人要完成他的任务 都会不择手段的 真想不到 你们所经历过的 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亲手安排的 听说你的人 都失败了 是啊 他们几个都是武林界的顶尖高手 不是他们无能 而是楚留乡 太厉害了 今天晚上 我会派人 把楚留乡引到你的府上 要是你家姑娘能看上她 那是她的造化 不妨 让她解除你姑娘的顽疾 这样你们父女俩 也可以安享天伦之乐 好 我马上安排下去 你所做的一切 果然没有令我失望 所以我那天晚上 才会去见你 然后再将爱亲和爱红 在外面接应你 我算准了 你一定会到这里来 但是有件事情 我怎么想 都想不出个道理来 你可以问 就是这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你选中我呢 选中你 我知道 你是一个好看的男人 会横讨女人的欢心 而且 你的武功和你的机制 在江湖中 是没有人能比的 再说了 你现在 还是个单身汉 我相信 每个老太太 要是挑女婿的话 都一定会挑中你 这些原因 还不是最重要的 好 我挑中你 最重要的原因 是你做了一件 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我一直都在想法子 报答你 我做了让你很高兴的事 是什么事啊 你替我杀了石关英 你跟他有仇 石关英 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抢别人的丈夫和情人 他简直不是人 现在 你都明白了吧 好了 有好几天 你们都没见面了 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也就 知去了 我问我 自由 何家 天地大是海我家 是情趣若为轻易付出代价 月亮我也能扛下 无所谓天下无敌 神兵器同抢铁 毕业有恭喜 八九文元 还有谁能扩身去